杭州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中 男团四分之一决赛 一场冷门诞生了 日本与伊朗队的比赛 先是张本志和输球 接着互上孙甫和吉村真情也吃到败仗 日本队最终被伊朗队3比0横扫 值得一提的是 吉村真情决胜局曾以10比8领先 可惜两个盘点都没有把握住 作为球队一哥的张本志和首盘输球 志在冲牌甚至要挑战中国队的日本队 连四强都没能闯进 伊朗队没想到能够击败日本队 赛后也是如夺冠般庆祝 这场不可思议的战役 称得上是亚运乒乓球开赛以来 最刺激的乒乓球比赛 相比较之下 国平轻松晋级四强 面对新加坡队 樊振东 王楚钦 马龙领衔的中国男团轻松横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